亲爱的 你知道让男人上瘾的女人是怎么样的 一个年轻千万的已婚男士曾经这么形容 和他在一起 每个夜晚 都让我欲罢不能 每一次都是尽兴而归 对男人而言 妻子这个角色是互相扶持的家人 更是一辈子的情人 倘若连身体上的冲动都没有 又谈和甜蜜度过余生 对方爱不爱你 身体最诚实 所以女人想真正得到男人心 就要先抓住男人的根 一段真正美满的婚姻 离不开爱和欲望 你还记得 上次和她为爱鼓掌是什么时候吗 三天前半个月 一年或许你会说每天忙着照顾孩子 工作赚钱 就已经很累了 要知道大多数夫妻的婚姻悲剧 正是从不和谐的床上生活开始的 婚姻是一段需要经营的关系 而在夫妻生活中 女人在某些方面的软 可能反而会使男人更加依赖你 那么这两处软究竟是哪里呢 为什么男人会更爱女人的软处呢 又为什么要丑爱女人的软处呢 我们一起来听听 第一处软 心灵深处 女人的情感和内心是男人最为珍视的软处之一 女性通常比男性更加善于表达情感 也更加有感受性 这使得她们的内心世界更加丰富 多才与此相对的 男性更倾向于通过行动来表达自己的情感 而在表达情感方面相对不如女性敏锐 正因为如此 女人的内心对男人来说显得尤为珍贵 那么为什么男人更爱那些有着深刻内心的女人呢 首先女人的深刻内心会给男人带来安全感 女人的感性 细腻以及深入内心的思考和感受 可以让男人感觉到自己得到了理解和支持 这种感觉让男人感到她们可以依赖女人 并放心地将自己的内心世界展现给女人 其次女人的深刻内心会让男人觉得自己更有价值 当男人发现自己能够引起女人的共鸣 理解和支持时 她们会感到自己的存在更加有意义 因为她们内心得到了重视 这种感觉会让男人更加珍惜自己的内心 也会让她们更愿意与女人建立深层次的情感 最后女人的深刻内心还会让男人觉得女人更加有吸引力 女人的情感和内心是她们的魅力所在 她们所展现的感性和细腻 往往会让男人产生一种强烈的吸引力 这种吸引力来自于男人对女人深层次理解和支持的感觉 同时也来自于女人内心深处所散发出的魅力 既然女人的内心对男人来说如此珍贵 那么女人应该如何表达自己的内心 让男人更加爱你呢 首先女人需要学会更好地表达自己的情感和内心 在与男人交流的过程中 女人可以尝试用更加感性的方式表达自己的内心世界 比如分享自己的感受 情感和思考 这种表达方式可以让男人更好地理解女人 并与女人建立更加亲密的情感联系 其次女人可以学会更好地倾听男人的内心 男人和女人的情感和内心是有所不同的 而女人可以通过倾听男人的内心 了解男人的想法 感受和需求 从而更好地支持和理解男人 这样做不仅可以让男人感到自己被理解和支持 也可以增进男女之间的感情和互信 最后女人还可以学会更加坦诚地表达自己的需要和愿望 女人的内心深处往往蕴含了一些愿望和需求 而女人可以通过坦诚地表达自己的需要和愿望 让男人更好地了解女人 从而更好地满足女人的需要和愿望 这样做可以让女人感到被男人所关注和爱护 也可以增强男女之间的互动和亲密度 第二处软 身体除了心灵深处 女人身上还有一处男人同样珍视的软处 那就是身体柔软的部位 女人的身体往往比男人更加柔软 娇小他们的肌肉 皮肤等部位都充满了柔软和弹性 这些柔软的部位让男人产生一种强烈的吸引力 成为男人心中最为珍视的软处之一 那么为什么男人会更加爱女人的身体柔软的部位呢 首先男人对女性柔软部位的喜爱源于本能的生理需求 男性天生就具有保护和照顾女性的天性 他们更喜欢与柔软 娇小的女性进行亲密接触 这可以让他们更好地保护和照顾女性 同时这种接触还能让男人感到自己的存在更有意义 因为他们可以为女性提供安全和保护 其次 男人对女性柔软部位的喜爱还源于心理需求 男人希望自己的女人能够柔软 温柔 善解人意 这可以让他们感到自己的内心得到了满足和安慰 女性柔软部位的存在 可以让男人感受到这种心理需求的满足 因此他们更喜欢与柔软的女性进行亲密接触 男人爱女人的软处 不仅是因为这些软处让他们感到珍视和爱护 也是因为宠爱女人的软处可以让男女之间的关系更加亲密和深入 在男女关系中 男人应该学会宠爱女人的软处 让女人感受到自己被尊重和爱护 首先男人要宠爱女人的心灵深处 女人的内心世界充满了细腻和感性 他们需要男人的关注和支持 男人应该学会倾听女人的内心 理解女人的需求和想法 并给予她们关注和支持 在与女人交往的过程中 男人要尊重女人的内心 让女人感受到自己的存在被认可和尊重 其次男人要宠爱女人的身体柔软的部位 女人的身体柔软的部位 是男人心中最为珍视的软处之一 男人应该学会保护和照顾女人的身体 避免过度的压迫 挤压和拉扯 男人还可以通过适当的亲密接触 让女人感受到自己的存在更有意义 并表达自己对女人的爱护和关怀 第三处语言上的软 许多人都以为 恩赖幸福的夫妻一定都很优秀 但实际上 每个家庭都会有一些琐碎的争吵 女人不仅需要在吵架时学会软 还要在日常相处中表现出软的一念 爱本来就是在琐碎的日子里 体现出包容和大度 婚姻的经营需要懂得这一点 丈夫吃软不吃硬 这是很多男人的通病 撒娇女人最容易得到关爱 原因就是她们懂得示弱 懂得在关系僵化时做出一些让步 许多女人总是希望事事都强势 并一定要胜出 但最终会失去一切 女人在婚姻中必年 与对方对着干的最好方式 是在紧张的时刻说几句好听的话 不计较委屈自己的样子 这样才能激发男人的保护欲 女人在语言上学会软 看似服软 实际上占据了主导地位 同时也引导了对方的行动 第四处行动上的软 行动上的软表现为 女人尽量减少自己在家中做家务的时间 或者拉着丈夫一起参与 实际上每个人的经历都是独一无二的 只有亲身经历过的人 才能理解别人的感受 金金每次做家务时 都会拉着丈夫一起参与 当丈夫不在家时 她会专注于自己的事情 这一来代 不仅能提高工作效率 还能促进沟通和交流 有益于增强夫妻间的感情纽带 另外这也能使丈夫体会到 女人在家务上的不易 女人不应走势牢叨叨 不如干脆一点 或者让对方参与 表达自己的困难和求助 这样男人才能展现自己的魅力 在生活中 女人不要走势表现得太强势 因为女强人是很难被心疼和疼爱的 男人更喜欢那些需要保护的女人 她们才能体现自己的价值 婚姻中不要总是把自己变成于强人 也不要对对方不断评投论足 良好的感情需要学会软化 这样才能让对方离不开你 不由自主地关心和保护你 此外男人还可以通过一些小细节 来宠爱女人的软处 在女人生日或节日时 送给她们一份礼物 或者带她们去旅行 吃美食等 这些小细节可以让女人感受到男人的关注和爱护 增进男女之间的感情和互信 当女人感受到自己被男人宠爱和关注时 她们会更加信任男人 并更愿意与男人建立深层次的情感联系 同时男人宠爱女人的软处也会让男人感到自己的存在更有意义 因为她们可以为女人提供安全和保护 同时也可以得到女人的关注和爱护 每一个女人都想遇到一个优秀的男人 共同度过有意义且高质量的人生 特别是科学发达的现今年代里 女人如睡醒了的凤凰 男人对于她们来说 不再是被命运随意分配给她们的角色 而是拥有自主选择与放弃权的一个对等关系 但是你知道一个优质的男人最爱拿几种女人吗 下面这三种女人对于优秀的男人来说 是倾心至爱用心追求 无限欣赏的女人 看一下有你吗 第一种善良 问她是什么性情 什么层次的男人 无不希望所遇到的女人善良而纯洁 哪怕这个男人 这个男人是一个邪漏无比 无恶不作的男人 或者是一个老实厚道 不懦不言的男人 再或者是一个性情率子 善良好迈的男人 他们都希望与自己相处的女人是一个善良的女人 为什么会这样 善良竟然有这么无敌的魅力 女人一旦附上了善良 便如同镀上了一层佛光 柔和宽红 慈爱大度 理解母爱 妻性女性 这些美好的气质 柔和在一块 形成了一股巨大的能量气场 似乎可以拥有无边的力量 这就是善良的极大却有无限柔和的力量 她有水的柔美 又有阳光的温暖 还有黄河般的奔腾力量 她无限不大 无限力量 无限柔和 不论是哪个年龄阶段的 或者是什么层次阶 养或者再是什么能力的男人们 骨子里都向往一个善良的女人 第二种优雅 优雅的女人 如同一束清风 轻轻拂过你刚被东风清洗的面旁 温暖与舒适感 抚平了所有的伤痛与挫折 眼前米亮了 心情舒适了 思想活跃了 所有的心结都被悄然打开了 也许这是每一个强健的男人 遇着了一个优雅的女人的 本能反应与心灵感化 其实就连女人也欣赏一个优雅的女人 瞧她们回头瞧了再瞧 眼神里全是艳羡 优雅的女人 往人群中只是悄然站立 无声的从容与淡薄便是泉水一般 心测流淌 又是明月松泡的夜色里 灼起身心 顿时白日时间 白日时间 所有的烦恼与困惑 无形释怀 美好的事物与形象 总是让人心情如此开阔与欢喜 尊敬与爱戴 优雅从容 安静如玉的女子 却是多少男人心中向往的偶像 第三种动触击 一个女人 不论再爱一个男人 也不能过于依附这个男人 热门电视剧《我的前半生》中女主角罗子军》 本来是一个高学历新女性 就因为深信了爱情 相信了陈俊生的爱情誓言 甘心做一个依附于家庭的妇女 结果被毫无理由地抛弃 值得庆幸的是 现代女性 很少如此执迷不悟的了 也不是如此被人好红好骗的了 她们利用在学校里学来的知识与能力 应付生存了艰难 她们在工作中 养成了独立的思想 锻炼出了独当一面的能力 学会了超强的生存技能 也正因此 她们走出了依附的旧思想 养成了独立自强的精神 塑造了新时代新女性 接任不拔的人格与精神形象 女人都想嫁一个优秀的男人 或者希望事业上面 遇到一个优秀的男搭档 而不是一个猪一样的队友 而一个优秀的男人呢 她们的狗子深处最为敬重与欣赏的女人 是上面这三种新时代女性 有你吗